從杭州沿著富春江向西來到銅鱸 整個連綿的山脈就是富春山居圖的實景地 古人做山水畫,七分經歷三分想像 當我們第一次來到這個村子 展望出去就眼前一亮 這不就是山水畫中的上帝視角 我們在這裡造了十個房間來給人們看山 在這十個房間中,我們設計了十個看山的姿勢 臥看,臥是一種最放鬆的狀態 不知不覺中就沉山而眠 坐看,坐看如在品山,就如品茶一般 俯看 居高看山,一朗眾山之小 心裏不免會生起一種神性 畫中看 把山用橫窗框在裡面 它就變成了一個真實的山水畫 借瓦看 本該出現在屋外的瓦片放到了室內 讓室內外的空間發生了翻轉 推開門,仿佛進入了一個充滿了傷與水的房間 借圓看 穿過一個內院 視線把人工的景觀和自然的山水創聯在了一起 借古看 這個木構咖啡廳設計來源於傳統穿豆石木構 是借古人之法 借金看 這個溫泉房採用鋼結構 體現現代建築的輕盈和通透 世界驚人之際 樹中看 招屋時保留了老樹在那裡 樹枝絲毫不會影響看山 反而成了山的前景 水中看 倒影中看山望月 這是欣賞美的一種最古典的方式 古人有山水情節 而我們現代人似乎遺忘後又再度回歸 幾千年來山水一直都在 變化的是我們看山的心境 下山水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